第九章我能像他一樣瀟灑就好了 望著手裡拎著一隻雪糕的顧懷安 裴靖書不由的想待會兒他吃的時候自己會是什麼反應 又會想這雪糕是什麼味道的 甜嗎? 有多甜 天天控制身材 吃各種減脂餐 控油控糖控脂肪 不是蔬菜沙拉就是白水煮蛋 他都快忘記甜是什麼味道了 別說蔬菜沙拉裡的沙拉醬較甜 你吃糖漢吃兩瓣西紅柿是他們兩種感覺 奶油的香甜更不是一般的甜可以比較的 奶油女孩子不愛吃甜食啊 耶 也好像是有了個台階下 裴靖書盯著顧懷安看了一惠兒 嘴角不由的上揚 竟然真的麥動一雙玉腿走上前打算選一塊雪糕絲 這一刻的裴靖書 有點打碎青柳美女濾鏡的反差門在裡面 桑卓妍聽見這話都愣了 不是姐你真的吃呀 你要是這樣 我也會忍不住的呀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桑卓妍內心竟然有著些許慶幸 也就在裴靖書的手即將到達冰櫃邊緣的時候 嗨嗨 忽然 一聲女性的咳嗽聲 從她們身邊設向老師的身後傳來 聽見這聲音的裴靖書焦躯一燦 興致勃勃打算去拿雪糕的手一下停在了半空中 整個人都像是原地實話了一樣 剛剛那聲咳嗽 而是她的經紀人 也就是她的姐姐裴亞 裴靖書沒有公司 她一直是成立的個人工作室 火了之後姐姐便遲遲專門過來幫她打理事業上的事 都說經紀團隊不要選自己家人 可裴靖書這位姐姐手案可一點不落於專業經紀人 這麼多年無論是發通稿做公關 稿宣傳吃資源 裴靖書就沒書給過任何藝人 她這位姐姐在裡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因此裴靖書還蠻聽姐姐話 很多頂流藝人去錄節目經紀人都會專門跟著 以防臨時出現一些意外 或者自家藝人說錯話立馬提醒 公關什麼的 哪怕經紀人有事情處理也會貼身服務 只負責裴靖書的經紀人兼姐姐裴亞自然就貼身跟著了 而且還是走到哪兒跟到哪兒那種 剛才裴靖書差點碰到冰櫃那會兒她就差點要出言提醒 這會兒看到裴靖書真的打算吃雪糕 她當然坐不住了 一聲咳嗽就跟金雷一樣 天塌地線紫精錘 給裴靖書定在了那裡 噗嘶 桑酌妍實在沒忍住 一下笑了出來 但是 笑著笑著 她忽然感覺自己好像沒那麼開心 裴靖書不吃的話 自己也沒理由吃了唄 摔 一下人就不好了 哈哈 顾淮安看著這情況也沒說啥 只是拿了拿頭笑了笑 她又不傻 當然看懂是經紀人提醒了 心疼裴姐一秒鐘乌乌 彈幕也在這時候徐徐飄過 我家姐姐做一人也不容易吧 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的 是的 我以前看一個節目 一個女演員給全劇主人點了脆皮炸雞腿 她也想吃 但最後就加了一點雞腿肉吃 是雞腿肉都不是脆皮腰味 呵 你們還心疼人家呀 人家上一個節目賺你每一輩子的錢鋪 兄弟這就不禮貌了哈 話說這個顾淮安她 他們就不用控制身材嘛 有些人都那麼兒了 顾淮安你小子怎麼就能這麼隨便說吃就吃啊 別說他們了 就連裴靖書 桑酌妍都那麼兒了 顾淮安身材蠻好的 應該也要控制的吧 話說回來 之前的瓜子油脂含量也高吧 我的問問 桑酌妍心說回頭說什麼也得問他一問 走吧 結帳了 確定阿女都不吃 桑酌妍也不廢話了 趕緊結帳趕緊走 多看一秒鐘 她都怕自己衝回來把這一冰櫃的雪糕全買回去 顾淮安點點頭 將雪糕遞給收銀員掃了一下 本來一切都蠻正常 定員小姐姐掃了一下雪糕的麻 可當她嘴裡說出 10塊這兩個字的時候 當時桑酌妍和裴靖書沒什麼反應 10塊嗎 身為頂流女藝人的他們有的事前 不說別人就裴靖書 她千萬級別粉絲量的社交平台帳號隨便一條廣告 都是幾十上百萬起步的報價 平常隨便買個包買件衣服都是幾萬幾十萬 本人代言的鞋子 視頻也全都是高定 花個10塊錢還要眨眨眼的話 那也太掉價了 再說 他們平常又不買雪糕 怎麼知道這雪糕多少錢 還以為本來就該這個價呢 可就在桑酌妍已經從手機支付上 輸入價格打算付款的時候 等等 顾淮安忽然按住了她打算支付的手 10塊 當時顾淮安就瞪眼了 一副不可思議的模樣 拿起那塊中雪糕問店員小姐姐 這雪糕10塊 她從冰櫃裡剛才看到了幾種認識的雪糕 最貴的好像也就是個45塊的喬勒茲 她還以為這種雪糕應該也是這個價 誰知道這雪糕竟然要 10塊 RMD搶錢啊 一塊街邊商店的雪糕你賣我10塊 你開玩笑呢 你他們怕不是在逗我 當時她這個反應給好多看節目的觀眾都看月了 彈幕紛紛刷了起來 不少人表示 噗 不是跟你認真的嗎 你是個藝人啊 你真的缺這點額錢嗎 哈哈 她這反應跟我當時買這雪糕的時候一模一樣 我還以為她是知道價格才買的 原來她也不知道啊 我感覺她在演我拿到中缺糕時候的樣子 嗚嗚 我當時就他們為了面子付錢了 後來腸子都毀清了 也他們沒那麼好事啊 對對 他們說原料價值多麼高 我是真沒吃出來啊 嗨 我能像她一樣這麼瀟灑就好了 這會兒發彈幕的 很多都是些新面孔 他們中少了些裴競書 商桌員的粉絲 也少了不少CP粉 反倒多了一些路人 其實很多節目路人看的也不少 但他們不是很樂意評論 更不是很喜歡對別人的所作所謂評投論足 真正有內涵的人從來不評價別人 只是默默的給自己喜歡的投推薦票 月票 偶爾開心的打賞一下 套角的永遠是沒什麼數字的腦殘粉 顧懷安的反應之所以炸出了那麼多路人 大敵可能是因為平常他們日常生活裡也碰見過這樣的事 只是想吃一塊雪糕 但因為雪糕沒標價 隨便就拿了 因為一塊雪糕 人特娘的多貴 老子買不起 吃不起嗎 開他們什麼玩笑 可結帳的時候人就傻了 動輒十幾二十塊 那他們是一塊雪糕啊 那不是一頓午餐 一頓晚餐 絕對不是正餐 那只是一個可吃可不吃的零食雪糕啊 這玩意兒我出不及防的時候 你上來吃我一下 讓我他們能受得了 絕大多數人 可能會在被刺的時候 基於面子就付了錢 大不了下一次不買了唄 但他們買了之後真的很後悔自己 為什麼會為了面子買這東西 是 他們買得起 這年頭沒有誰買不起十幾二十幾塊的東西 但就是有點兒 沒必要啊 這雪糕好和不好他們又分不出來 那是五塊的雪糕和十幾塊的 你說用的什麼高檔奶油 有什麼凡是吃防酸之類的 我他們是真吃不出來啊 那些時候 他們就有點羨慕那些 不會為了面子買單的人 就像是這惠兒的顾淮安 莫名的 一些路人覺得這年輕人性格有點何意思啊 還挺接地氣的 要知道 剛剛他們可是以為 顾淮安拿這塊絲本身知道價格才會買 就專門買貴的吃 可他非但不是 還真的會嫌十塊錢的雪糕貴 讓他們覺得 我原來不只是我一個人這樣覺得 連在錄節目的明星也會覺得十塊錢的雪糕貴啊 一種親近的感覺在很多觀眾的心底深根發芽 而也就在那一刻 顾淮安腦海忽然響起醫生系統的通知 叮 恭喜宿主解鎖隱藏任務獎勵 獲得歌曲阿雕 顾淮安 說實話顾淮安剛才的反應 純屬是覺得那雪糕真的蠻貴 想要問問就是說這雪糕到底好在哪兒 為什麼這麼貴 他買東西一般都習慣問清楚 心疼錢倒不至於 又不是他付錢他心疼什麼 他壓根沒想過竟然意外解鎖了系統隱藏任務 並且還獲得了獎勵 這麼想想 剛才他做的事情 好像的卻還蠻接地氣的 至少明星藝人絕對不會因為十塊錢的東西有一半分 顾淮安卻因為自己習慣的原因 意外獲得了系統的隱藏任務獎勵 俗話說人無恨財不負 這天降恨財可是讓顾淮安十分驚喜 他突然很慶幸自己剛才沒有在聊天的時候 就打開這塊雪糕吃 要不然就沒法退了 是的沒錯 顾淮安打算退掉 因為他覺得 如果覺得貴就能接地氣收穫系統獎勵 是不是放下這塊貴的選一塊便宜的還能耗一波 哈羊毛這種事 多少吃都不鹹多 於是 在裴敬書和桑酌妍有些奇怪的目光中 顾淮安在店員口中確定的雪糕價格之後 直接說 我還是換一塊吧 然後就十分沒品的 回到冰櫃 將這塊中雪糕放回了原本的位置 不是 我請得起啊 桑酌妍總算反應過來 生出鮮細的青蔥玉子指著自己那張牙蛙一般的臉說 我欸 桑酌妍欸 我 別說十塊錢 就是一百 一千 哪怕是一萬塊一塊的雪糕我也請得起好嗎 你至於為我省這十塊錢嗎 很丟人的呀 十塊錢的雪糕都吃不起 傳出去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桑酌妍最近沒錢花了呢 噗痴 裴靖酥都被逗笑了 揹著抬起白皙的玉手掩住自己的嘴巴 她屬於那種冷白皮美女 皮膚真的又白又嫩 笑起來的時候嘴角會有淺淺的梨窩 有著內於神言稱號的裴姐一瓶衣笑截圖都是精美壁子 此時她一雙似水般的毛子就裹鞋子些許笑意打亮那邊穿著人自脫的顾淮安 就覺得這個人真的好奇怪又好接地氣 正年頭 別說明星了 就是普通人也不會跟她一樣一天見一塊雪糕十塊錢就放下換一塊吧 她不要面子的嗎 真是個奇怪又有趣的人 沒必要顾淮安衝桑佐妍揮揮手淡定的說 這東西丟一個味道 你說十塊的還一百塊的有差距我信 那我快的還十塊的有什麼區別我真不信我 一時間桑佐妍竟然不知道怎麼反駁 粉色的鴨蛇帽帽眼下 一雙大眼睛不靈不靈的雜折 像是在思索要怎麼回答 哈哈 給一幫看節目的觀眾都整笑了 他們表示 無理馬兒你是覺得他給你省錢了不開心嗎 桑佐妍 姐可是復活 十塊錢都花不齊那不是很丟人嗎 不過顾淮安說的卻沒毛病啊 這本身差距就不大 他簡直是我的互聯網嘴替偶木偶 相較於桑佐妍 觀眾們對顾淮安的評價還真的蠻高的 不是說明星的吃穿用度就一定要比普通人好多少 明星也是人 吃的也是飯 錢也是自己一場通告一場演出賺來的 隨著錢都不是大風刮來的 用顾淮安的話來說 他可以接受自己買東西不小心買貴了 但絕對不能接受自己明知道被忽悠了還是要買 換個角度來說 賣你貴東西的人本身就是拿你當傻叉忽悠 而你明知道他把你當傻叉 你他們還要花錢給他讓他賺錢 你這不比傻叉還傻叉嗎 真甜蜜的你叉叉 所以哪怕沒有系統 顾淮安也不至於買這塊10塊的中薛糕 面子嗎 不值錢 也不當飯吃 一句話給桑佐妍說得雅可無言之後 顾淮安也不帶廢話的 直接當著鏡頭面額 拿起另外一塊看上去順眼的薛糕 遠遠地問店員小姐姐 這塊多少錢 8塊這塊呢 7塊5 那這塊 4塊5 那就這塊吧 他大大方方地問價格的模樣 著實是讓一些看節目的觀眾 越看越喜歡啊 其實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就羨慕這種人 不會太愛面子 也不會太在意別人感受 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當然也有一些粉絲吐槽式的苦笑著說 顾淮安你小姐 能不能不要當著我裴姐 和桑佐妍的面額搞這些要味 總而言之 這會兒節目效果算是拉滿了 而在顾淮安一次又一次問價的過程中 系統的各項指標也在瘋狂暴漲 也不怪一些粉絲跳腳 一般有桑佐妍裴 隨便一陣都應該跟高大上脫不了的關係 可這會兒因為顾淮安 這畫面怎麼看怎麼接地氣 怎麼看怎麼違和感十足 之前嗑瓜子了就忍了 這會兒買塊雪糕你也給我整得這麼接地氣 你是認真的嗎 不光是粉絲們 桑佐妍的目光也是在製的 他那張精緻的像是羊蛙一樣的面孔上 寫滿了一種名味猛逼的表情 一雙大的有點出奇的眼睛就那麼盯著顧淮安 像是在看什麼很奇怪的事情一樣 他的眼神像是在說 大哥你這是在跟我玩兒節目效果嗎 你在跟我玩兒欲情顧重 搞什麼鬼啊 這會兒的桑佐妍都有點兒凌亂了 他還真沒見過這樣的藝人 反倒是裴靖蘇裴姐 冷白皮美然而抱著仙系的胳膊就斜靠在門口 一雙仙系修長腿形相當正的玉腿裸露在空氣中 女神泛額十足 他只是笑意盈盈地望著顧淮安 的卻覺得奇怪 但沒有絲毫嘲笑的意思 只是覺得他好有意思 你說他在故意搞節目效果 可他看上去那麼真誠 而且說的話條條在理 讓人無法反駁 有那麼一瞬間裴靖蘇都在想 他真的是個藝人嗎 之前桑佐妍還說他是什麼 富二代 關係戶 裴姐現在怎麼看怎麼不像而好嗎 那些有錢人家的關係戶 富二代是什麼樣的 舉個例子 某個女富二代在節目上說自己家裡有個影院 別人都驚了 吃驚地問他你家裡有個影院 你知道人家什麼反應嗎 人家不光點頭承認 還反問 你家沒有嗎 就很自然的樣子 他當時那表情就好像所有人家裡都應該有個影院一樣 何不食肉迷啊 就一下給那根門兒都問猛了 人都麻了 哦對 那根門兒還是個頂流一人來著 跟那種富二代比起來 顧淮安這他們簡直把反差這兩個字詮釋得淋漓盡致啊 你說他是隔壁村兒裡的林家大男孩我姓 你說他是個從小嬌生貴養的富二代 關系戶 我真不信 結帳吧 在桑卓妍凌亂的目光和裴進出笑意盈盈的目光注視下 顧淮安拿著那塊4塊5的雪糕去收銀台結帳 店員小姐姐都好笑著看著他 心說這帥跟明明長得那麼帥沒想到卻那麼接地氣 可能是還凌亂著呢 桑卓妍一時間沒反應過來 沒回答顧淮安 喂 別反悔啊 你自己說的要請客的顧淮安 還伸手在桑卓妍娃般的翹臉前晃了晃 誰說不請客了 桑卓妍回過神來之後咬著一口烤石牙糞糞地剁了剁腳 說 你不要搞得跟我勤不起你吃雪糕一樣好不好 他倒是沒有看不起顧淮安 只是覺得有點丟人 覺得自己明星的身份在這一刻竟然跟10塊錢的雪糕掛了勾 而分明這兩件是一丁點而可比性都沒有 那快點結帳把顧淮安衝他笑了笑 然後將掃完碼的雪糕拿過來 撕開包裝紙 髒嘴就是一大口裹挟著巧克力和奶油的雪糕啃到嘴裡 嗯 那卻結束他刺牙笑著 笑得還有點兒人畜無害 只是笑得有點兒不太值錢 桑卓妍 滿頭黑線的桑卓妍拿起手機付了錢 當時他甚至不想在手機支付金額上多輸入一個小數點直接輸五塊的 趕緊走 丟死人了 付完錢的桑卓妍跑得特別快 好像顧淮安丟了他很多臉一樣 哈哈 給好多觀眾都整笑了 反倒是顧淮安 還一臉問號奇怪的望著桑卓妍 似乎自己什麼都沒做一樣 我們也回去把裴淨書主動過來衝他笑了笑 冷白皮美人而不乏緩慢的王水晶小院走 顧淮安也沒多想 邊啃雪糕邊跟了上去 回去的路上桑卓妍走在前面 都沒有回頭看一眼顧淮安和裴淨書 值得一提的是桑卓妍也是個背影殺手 走在他的後面 顧淮安很清楚地看到他纤细的柳妍河 圓圓的臀 就很難想像他到底是怎麼把肉長在該長的地方 很多女生減肥可是容易把熊和屁股也都一起剪掉的好嗎 好吃嗎 見顧淮安始終盯著桑卓妍背影看 裴淨書莫名有些不悅 於是開始跟顧淮安找話題 路上顧淮安啃了好多口手上的那支巧克力雪糕 裴淨書都盡量克制不讓自己去看耳 可耳朵總會聽到吃的聲音 嗯 拜 不是 好吃的顧淮安點點頭 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唇上的巧克力 裴淨書溫柔又禮貌地笑了笑 沒在講話 忘了眼嘴殘又不好意思講 再克制自己的裴淨書 又忘了眼跟在色相老師身後的他的經紀人 顧淮安發現裴淨書的經紀人姐姐正抱著手機 不知道跟誰通著電話 貌似在溝通工作 無暇關注這邊 一個不太禮貌的念頭出現在顧淮安腦海 連瞅著前面要拐彎 顧淮安又回頭看了一眼 確定裴淨書的經紀人姐姐在通電話沒看這邊 這才立馬抽到裴淨書耳朵邊上 小聲說 你經紀人好像在忙 待會兒轉過彎去我讓你咬一口 你待會兒抓緊時間哈 啊 啊 而胖忽然傳來男生的鼻息 聲音 裴淨書下意識的有些羞澀 但他都還沒來得及多麼羞澀 聽見顧淮安的話 當場就打愣了 一張金色的面孔重流情似水瞬間變得呆滋 他戴美的一邊挑了挑 一時間有些不知道怎麼回答顧淮安 用凌亂兩個字形容他此時的心情 再合適不過 他怎麼都沒想到 顧淮安竟然會有這樣的提議 但莫也在這會兒刷瘋了 你在講什麼呀 你怎麼啃了一半兒的雪糕給我裴姐吃 你是認真的貓味 我裴姐怎麼可能吃別人吃過的東西 你再逗我吧 噗 他這是要帶著我裴姐幹壞事了啊 哈哈哈哈 他好有趣 裴淨書的經紀人姐姐是聽不到 但他們別來賣 說著所有話在看節目的觀眾聽的是一心二楚啊 面對要帶壞他們家裴姐的顧淮安 這幫粉絲都炸鍋了 噗斯 望著顧淮安做賊一樣 偶爾回頭瞥自己經紀人姐姐的樣子 裴淨書實在是忍俊不驚 玉手親眼紅唇 沒忍住笑出聲來 就覺得這個人真的是有意思 不屈小節 又很照顧別人感受 他顯然是看自己想吃又不敢說的樣子 為了照顧自己才這樣提議的 屬於是相當細節了 他倒是沒多想 可裴淨書不能不多想啊 吃別人吃過的雪糕 尤其還是異性 這真的合適嗎 還有 這樣貝卓經紀人姐姐偷吃真的好嗎 尤其這還是在鏡頭前 她是女明星 不光是要面子 她的人設也不允許她這樣做 來練中的第一天 就跟男嘉賓同吃一塊雪糕 這叫什麼事啊 可她看著顧淮安單純的樣子 又不太忍心拒絕 尤其她本人也真的蠻想吃一口雪糕的 裴淨書有些猶豫 糾結 這會兒 不少她的粉絲已經在罵街了 顧淮安你小子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想瘋了吧 我裴姐才不會吃別人吃過的東西 尤其是男人吃過的 要吃也只能吃我的 放屁 吃也是吃我的 我的 吃我的 你們在說什麼呀 吃什麼 不 這坨車也他們開得起來 你們是真的溜 大抵在他們心裡 裴淨書肯定不會吃男生吃過的雪糕吧 裴淨書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 可才讓這個男生這麼照顧自己感受 而且給自己的感覺完全沒什麼壞心思 並且他也真的挺想嘗一口這雪糕的 怎麼辦呢 這還是不吃呢 裴淨書很糾結 可現實並沒有給他思考的時間 因為很快他們就來到了拐角 快快 一拐過彎去 顧淮安就將雪糕伸了出去 遞到裴淨書嘴邊來 望著那隻上面還有些不知道是雪糕融化的露水 還是顧淮安的口水的液體的雪糕 裴淨書一時間有些凌亂 說實話他甚至有點兒嫌棄 快啊 髒嘴啊 他馬上就過來了 顧淮安一臉做賊的表情望著後面的方向 裴淨書的經紀人姐姐眼瞅著就過來了 就那麼幾秒鐘的時間 一直沒拒絕的裴淨書被顧淮安摧著大腦有些當機 當時也顧不上什麼形象不形象合適不合適的了 只遵從自己的本能 阿霧 上去就是一大口 當時這一幕被鏡頭播出去 彈幕都刷炸了 裴淨你在幹嘛呀 那是別人吃過的東西 還他們是臭男人吃過的東西啊 男人吃特門你家飯了 上來就打拳你有意思 即算門可要擦亮眼 離這樣的女人遠點兒 你在講什麼呀 真瞎頭 我們小仙男吃過的東西怎麼可能髒 男生口水都是香的好嗎 好家伙 誰說人足無大地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 那麼我只能說這件事情 太酷了 以前的傳愛戰神 男女生喝同一瓶水 都有人說是間接接吻 這是同一塊雪糕 口水含量可別那多多了 卻暫且不說鹹髒不鹹髒這件事 那可是一性吃過的東西啊 裴淨你真的是她吃過的雪糕 你開特門什麼玩笑呢 很多粉絲都崩潰了 只乎自己對裴淨的濾鏡碎了 可這件事 裴淨書也很無辜啊 她雖然的卻很想吃雪糕 但完全沒想吃顧淮安的雪糕 尤其是她吃過的雪糕 可當時顧淮安那麼好心好意 她又不好拒絕 何況當時這傢伙吹得那麼緊 她大腦都反應不過來了 哪怕是事後 裴淨書都怎麼也沒想明白 自己剛才怎麼就上去要誤一口 不過 這雪糕真的好好吃 雖然並不是多貴多高端的雪糕 甚至有些廉價 可對於長年碰不到這種食物的裴淨書裴姐來說 這真的好好吃 看在雪糕這麼好吃的份額上 顧淮安催她這件事 她反倒不怎麼計較了 一雙柔情似水的眸子轉眼望向顧淮安的時候 甚至寫滿了感激 同時她也對這個見面以來 滿接地氣的小仙肉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覺得 她仍還蠻不錯的 事實證明顧淮安雞賊得很 當時那幾秒鐘很致命 稍微玩那麼一小會兒裴淨書的經紀人姐姐都發現了 並沒有被發現的裴淨書嘴裡輕輕含的雪糕 都沒敢回頭看一眼經紀人姐姐 生怕被發現 同時內心裡又有一種很刺激的感覺 她從沒想過 她裴淨書竟然有一天會有這種做賊的 偷偷的感覺 偏偏她又會覺得這種感覺很刺激 平常在鏡頭前的裴淨書 都是一副乖乖女、輕人女神的形象 極少做打破濾鏡的事情 更別說反差了 當初有些對家發通搞黑她用的都是花瓶這樣的詞彙 說她只站在一邊整天端著自己那臭女神架子不知道給誰看 你以為她想天天端著一副女神架子偶像包袱 不想又有什麼辦法 她是做一人的 吃的就是這碗飯 濾鏡一破她就不再是那個萬人追訪的內語神言 她這樣的美女就是很吃人色 那搞笑女近幾年在做歡迎 永遠比不上一張圖殺分朋友圈的顏值美女 何況還有個做貼身經紀人的姐姐時時刻刻提醒她 要端著自己的女神架子和偶像包袱 或許的卻就是在鏡頭前做乖乖女做多了 裴淨書感覺自己被束缚住了 偶爾有人向她伸出一隻手 想牽著她去做一些以前沒做過 不敢做的事情 她就會覺得很新鮮 繼而任由那種誘惑瘋狂放大 不答應 卻也完全不會拒絕 甚至會在顧懷安主動讓她做壞事的時候選擇順從 這大概屬於一種立反心理吧 乖乖女當多了 你越不想讓我怎麼做我就越想去試一試 而這種沒被發現的擦鞭額 一旦藏到甜頭 可以也就不好戒掉了 桑著眼走得快 提前一步回去 剛到小月門口顧懷安和裴淨書 就聽見裡面傳來一些談笑的聲音 有人來了嗎 裴淨書看了一眼顧懷安 顧懷安點點頭說 可能是把他們一起走了進去 剛進去就看到小院中央的位置 除了身材窈窕的美少女桑著眼之外 還多了一男一女 小院裡除了桑著眼之外 還多了一男一女 藍的長相英俊 見眉心目 梳著三七分的背頭 上身穿著一件條紋寸衫 裡面有內搭白梯 下身一條簡單的修身西褲 整體穿搭比較偏向於成熟 商務、休閒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身上有一種柔雅的氣質 笑起來的時候 給人一種如木春風的感覺 她身旁的女性也相對成熟 一件簡單的後抹拳 將交好的身材曲線凸顯得淋漓盡致 再搭一件褐色外套 沒有複雜的手勢 只有脖子上一條簡單的項鍊和耳朵上的耳墜 整體穿搭都在做剪髮 卻又讓人一眼就看得到她 非常有記憶點的是她的長相 有些偏少出民族的那種鬱鬱風情 鼻樑非常高 一整個的拉高了她五官的立體感 這二位一看就是明星 不光長相出眾 身上的氣質也非常吸引人 只不過看上去貌似都不是年輕一輩的藝人了 而在鏡頭給到這二位的時候 彈幕又開始狂刷起來 我一度一位桑卓妍和裴靜蘇來這節目 已經是最大的驚喜了 沒想到 竟然還他們有驚喜 影帝蘇雲堂和我們家天仙希琳姐 不是 你們來也要商戀中的嗎 你們怕不是在逗我 來這兩位 相較於桑卓妍和裴靜蘇 名氣上面或許不相上下 但在咖位上 或許還要比前二者更高一些 先說那位後媽全淑女 知名女星希琳 少數民族 全名希琳來歷努斯樂提 她是知名演員 很早就出道了 因為其非常具有特色的長相 剛出道的第一部古裝劇 就成為了當年的爆款 值得一提的是 那部劇裡她是女二號 可卻憑藉出眾的長相 和出色的演技 成功碾壓了女一 後續希琳高開高走 做女主的第一部現代戲 便提名了那年的白玉蘭獎 每年穩定輸出兩到三部戲 步步質量再現 這讓她的視野 跟她的作品一樣水漲船高 三次衝擊精英獎 最終在五年前 成功獎獲精英女神殊榮 前些年聚拍的少了 開始進軍電影行業 憑藉身部票房歸易的電影 累積口碑 終於在第四部電影時 拿下金馬影后 專心驚言作品的希琳很少上綜藝 卻始終維持著熱度 這些跟她每一次的紅毯造型 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希琳人送外號紅毯女神 粉絲們說你可以永遠相信希琳的紅毯 每次當女明星們 在各種活動紅毯現場 稍早弄置的時候 分明只有不到一米七 踩著翰天高的希琳 卻頂著2米8的氣場款款而來 碾壓全場 走紅毯時候的她就像是個女王 什麼都不用做 只是出場 舉手投足都讓現場所有女明星黯然失色 值得一提的是 有次希琳射要參加嘎那國際電影節 當天那套國風長拳的紅毯造型 竟染上了外媒的熱搜第一 關鍵是她平常幾乎從來不控制自己的身材 該吃吃該喝喝 社交平台經常看得到她分享美食 可即便是這樣 她的身材也保持得非常好 就前兩天出席活動現場 那水蛇腰和蜜桃臀搭配出的近乎完美腰臀 比海上熱搜了呢 似乎也正是因為不跟別的女星一樣特別控制自己 所以有了點年紀之後的希琳 身上全都是自然的美 臉上滿滿的膠原蛋白完全看不到科技的痕跡 看上去很自然 人說歲月從不拜美人 這句話放在希琳身上簡直太合適了 年輕時候的希琳因為距離靈動的長向人送外號天仙 有了點年紀之後身上竹女的味道更是越來越勾人 不怪當時希琳出現在這裡的時候 那幫網友炸了過世的發彈幕 似乎在他們眼裡 商卓妍和裴靖蘇固然人氣高 但畢竟年輕 距離希琳似乎還有些距離 而希琳更像是那種可遠觀不可卸完焉 高高在上的女神吧 這樣的女神出現在戀中現場 他們怎麼可能不驚訝 說完希琳再說說她身邊的那位儒雅男子 男子名為書雲堂 仁村行走的荷爾蒙 是一位手握金雞 百花兩項重磅獎項的雙料營地 他演技精湛 曾在螢幕前為觀眾塑造了非常多生動形象的角色 前年的一部戲據說提名的奧斯卡 國人提名奧斯卡 這者就算是塞錢都不一定塞得進去 有他在的電影 基本上口碑 票房都不錯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身上總有種特別儒雅的氣質 穿西裝的時候那種藍性荷爾蒙好像要透過屏幕撲面而來一樣 所以又行走的荷爾蒙這樣的外號 據說前兩年亞太最帥100張面孔裡 他就列在第三位 並且是當時最沒有爭議的一位 如果有 那也是爭議排名太低 有人說他應該排在第一 營地書雲堂平常也幾乎不怎麼上中藝 更不怎麼營銷 粉絲們能看到他的地方 只有在電影錄演現場或者新戲發布會 但每次有他參加的活動 現場的女粉都會喊成一片 人都說男人越有年齡越有魅力 年輕時候的書雲堂是俊男 有點年齡之後身上大叔的味道逐漸出來 跟他那羅雅的妻子融合在一起 實在是很受女粉歡迎 尤其這兩年不是流行一個叫書雲堂嗎? 書雲堂便就是妥妥的書雲堂頂流 這樣一位只存在於傳說中 除了電影錄演現場和新戲發布會幾乎看不到的人 竟然出現在了這樣一檔練中現場 著實是讓那幫粉絲驚訝 周惠兒幾乎可以說是男粉 女粉都那麼沸騰了 忽然來了兩位男神 女生級別的大咖 好像一下子將整檔節目的檔次嘟拉高了 幕後的節目製作人江丹咧嘴一笑 心說怎麼樣 這嘉賓夠重棒吧? 身為選秀教母 江丹做節目向來只做牆不隨大流 如果說當時選秀是一檔風口 他最先做選術人的中藝 別人跟風選術人的時候他開始做明星跟上比賽 別人跟風選明星的時候他已經在做男女團選秀了 始終走在別人前列 這叫降為打擊 而今選秀集體被逼 另屁欺盡的他來做戀中也肯定不能跟別人一樣做素人戀中 那都沒有意思啊 說就做大的 玩而就玩而狠的 他直接拉來了這些別人眼裡有錢都請不到的明星大咖來 只是他們齊聚就夠給節目貢獻床頭到尾爆款的流量了 這節目別提回本了 妥妥的爆款好嗎? 說實話 要不是顧懷安是自己餐股公司旗下一個還不錯的苗子 當時節目炒創的時候 某個腦殘節目策劃跟他說有個素人說不定會插出不一樣的火花 這小時根本沒機會上這節目 現在想想 江丹都想把那腦殘策劃的狗頭打下來 早知道顧懷安這小時這麼奇怪這麼接地氣 打死他也不讓顧懷安來的 不過其實現在來看 好像顧懷安的接地氣也成了一些亮點 這倒讓江丹有些意外 也期待著會否有別樣的驚喜 水晶小院 西林姐 雲堂哥 你們怎麼也會來這裡的啊 怎麼沒人提前告訴我啊 有著羊娃娃愛般面孔的桑卓妍喳喳喳的跟他們不知道聊著什麼 似乎在吐槽 桑卓妍是妥妥的社交小達人 沒人知道他的朋友圈後宮究竟有多深 據說曾經有兩個男女頂了要搭戲 剛開始不認識 想著開機前先俗落一下 還是他給展的局呢? 也因此 哪怕是西林 蘇雲堂這樣的前輩一人 他也一樣搭得上話 蘇雲堂如雅 西林落落大方 面對雞雞喳喳的桑卓妍也不覺得煩 反而笑著跟他翻談 二人聲音不大 土字卻很清晰 能讓人聽得蠻清楚 到底都是好演員 值得一提的是 但幕區有不少人說兩人很配 很有CP感 的確 年齡相仿並且成就不相上下的兩人 無論在顏值 氣質 等等各方面都很配 蘇雲堂也十二轉眼看西林 眼神相當柔和 也來不少CP粉絲 科CP 顧淮安和裴靖書回來的時候 剛好他們好像剛打完招呼 西林姐 雲堂哥 裴靖書禮貌的打過招呼 冷白皮美人兒性質清冷 哪怕是跟兩位前輩打招呼 他也只是微微笑了笑 他就跟他的皮膚一樣 冷冷的 顧淮安也上前打了招呼 報上姓名 只不過 你也是嘉賓嗎? 成熟優雅的女神西林戴美微微翹起一邊 一雙卡子染大眼睛上下打亮顧淮安 這大褲衩還人自託著 什麼情況? 她沒有貶低的意思 只不過包括她 蘇雲堂 裴靖書 雙卓元的一雙打扮 都是經過自己團隊的造型師精心設計的 畢竟要出鏡 鏡頭前的明星必須要光鮮亮麗 這幾乎是常態 尤其是身為紅潭女神的西林 她的日常穿搭都非常有品味 她看到顧淮安就覺得蠻奇怪 她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沒穿得那麼隨意過 試得顧淮安只是很老實的點點頭 她顯得很自然 沒有解釋的意思 也沒有跟西林 蘇雲堂攀關系的舉措 撲施 反倒是身邊的冷白皮美人兒裴靖書 望著西林的反應不由得嫣然一笑 還真是每個人看到顧淮安的第一反應 都是這大褲衩 人自託啊 但她這麼一笑 喂 裴靖書 桑卓元忽然瞪大了一雙媚眼 不可思議的盯著裴靖書的牙齒 卻見裴姐原本潔白無暇的牙齒上 卻有幾顆沾著一些巧克力 當時桑卓元就不淡定了 她好看的嘴角微微抽搐 問裴靖書說 你牙齒上都是怎麼回事 你是不是被佐我偷偷吃雪糕了 桑卓元的玻璃心差點就要裂開了 她明明記得裴靖書說過自己不會吃雪糕的 剛才因為覺得丟人 她走得很快 把顧淮安和裴靖書甩在身後 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這回有望見裴靖書牙齒上竟然沾著巧克力 桑卓元想 裴靖書肯定是趁著自己不再偷吃雪糕了 肯定是 我 那個 當時裴靖書翹臉上寫滿了慌張 她下意識伸出丁香小蛇去講牙齒上的巧克力舔了一遍 尽管她做得很快 可做完這些的時候 還是發現自己的經紀人姐姐正一臉狐疑地盯著自己看 哪有 我才沒有吃她連連白手 做出一副很無辜的表情 你看看你那心虛的樣子 你怎麼好意思說你沒吃 桑卓元無聊個大雨 正要去找裴靖書理論 嗨 顧桓安看不下去了 跑到她跟前 用緊的讓他們聽到的聲音說著 我分給了她一小塊 桑卓元 當時桑卓元滿臉的問號啊 分 分個毛線啊 你為什麼會分給裴靖書半塊雪糕啊 就那麼一塊雪糕你們倆還至於分開吃嗎 嗨呦 為什麼我不在你就分雪糕給裴靖書啊 等等 為什麼我會不在啊 我要是在的話 是不是這塊雪糕我也有份 不對不對 我他們到底在想什麼啊 為什麼一塊四塊五的雪糕要我們三個一人去分啊 喂 桑卓元欸 我是真的這麼吃不起一塊雪糕了嗎 相較於桑卓元的滿頭問號 裴靖書在微微認神之後 望向顧淮安的眼神卻多少裹大了幾分感動的味道 她這樣更像是在護著自己 三人就這樣叽叽喳喳的說著 你們 在聊什麼 影帝蘇雲堂適時的插了一嘴 她奇怪的望著裴靖書 印象中這個小女生應該是個不錯的歌手 人氣滿高的 有次一起參加活動 當時帶螢幕給到她的臉內場那些粉絲 都喊得不成樣子了 她的卻長得非常好看 不輸給西琳 相較於顧淮安這位並不認識的素人藝人 她反倒更好奇裴靖書怎麼會吃雪糕 一個靠原子吃飯的年輕女藝人吃雪糕 不怕胖嗎 別人分給她的也不行吧 就連西琳一雙卡字藍大眼睛也奇怪 我好笑的地望著這三個人 倒是不會覺得吃雪糕奇怪 只是覺得這三個人為什麼要分一塊雪糕啊 藝人一塊不行嗎 三個藝人為了一塊雪糕爭論不休 不知道的懷疑為他們藝人都很窮賺不到錢呢 你們不知道 我跟你們說呀 桑佐言一臉傷心的戲精模樣 天有家促的將剛才的事情說了一遍 尤其說了一下顧淮安接地氣的行為 更對顧淮安和裴靖書 在後面背著他偷偷分雪糕這件事表示強烈譴責 尤其譴責裴靖書 他認為肯定是裴靖書要求顧淮安分他雪糕吃的 你能再大聲點兒嗎 要不我給你買個喇叭得了 看他喊得聲音滿大顧淮安無奈的囊囊頭 噗嘶 這話成功逗笑了裴靖書 倒是機器後面裴靖書的經紀人姊姊裴阿 看他們的目光愈發狐疑 呵呵呵 聽了這些的西林汗書雲堂不由得啼笑皆非 只是乾笑都不知道該說啥了 西林不由得多看了顧淮安一眼 他只是看這個年夏弟弟穿衣服門接地氣的 沒想到做的事情竟然也這麼接地氣 不得不說 相較於身邊這些人 顧淮安反倒給西林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有點年齡的姊姊 總是很容易被這些長得帥帥的 嫩嫩的 卻又怪怪的年夏弟弟吸引 成熟的年上姊姊西林眼嘴淺笑 對桑卓言說 不然待會兒我給你們買雪糕吃吧 你們想是怎麼樣的 把商店裡的雪糕全部搬回來都可以 姊姊是富博 有得事前 唉 射了吧 桑卓言一臉沮喪地低著頭 兩隻有著各色災難的麻花便 散落在可愛的小腦袋兩邊 她顯得很是低落 三個人出去的 兩個人吃到了雪糕 裴靖書好歹吃了一口 她一口都沒吃到 心裡非常不平衡 好啦好啦 西林姐上前去安慰著她 喝喝喝 影帝蘇雲堂只是笑著 她有了搖頭說 你們這些年輕藝人 這隻活受罪這個年齡的蘇雲堂 已經開始養生了 不過偶爾也要吃一頓的 她現在畢竟不吃年輕飯了 所以也沒必要太在意身材 話說她們那個年代的一人 一直以來也好像沒有那麼在意 這些身材控制啊 自律啊什麼的 怎麼這個時代的所謂愛鬥啊 頂流愛一個個的都對自己這麼狠 如她所說 真是活受罪 算那麼多錢都幹啥了呢 她們笑呵呵地攀談著 西林和蘇雲堂安慰著桑卓言 裴靖書也在一邊一臉歉意地跟在安慰 可惜桑卓言不接受 而故懷安呢 幹占者實在是無聊 她也沒啥興趣又為桑卓言 屬性回到了不遠處自己之前一直坐著的堂椅附近 從一邊的桌子上抓起一把瓜子 咔咔 又開始磕了起來 當時 鏡頭還是在桑卓言這邊的 大家都在桑卓桑卓言嘛 可當那熟悉的顆瓜子的聲音響起的時候 噗 很多觀眾都差點而特量地破防了 大哥 你他們是綁定的負面情緒系統嗎 搞我們心態對你有好處 這顆瓜子的聲音我他們真的是聽噁心了 聽到我就想罵人 你小子你在嗑小心老娘給你狗頭都打爆啊 大家心態都崩了 娘的出去半天沒聽見嗑瓜子的聲音大家都忘下了 還以為回來之後聽不見嗑瓜子的聲音了呢 誰知道這聲音突然就響了起來 讓人觸不及防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這顆瓜子的聲音一響起來 無論當時所有人的目光在哪兒 第一時間都會立馬聯想到顧懷安 然後所有人就都會忍不住轉頭望向顧懷安 只要這個BGM一響起 無論現場有誰 哪怕有影后西陵 影帝蘇雲堂 好像他顧懷安也特末立馬會變成主角 就好像在這個BGM裡面 他是無敵的一樣 說實話 顧懷安不是第一個有自己專屬BGM的男人 可別人的專屬BGM都是什麼 雪花飄飄北風蕭蕭這種 至少算得上是哥呀 那有人跟他一樣 那顆瓜子的聲音當他的專屬BGM的呀 偏偏還那麼魔性 上頭 一個字 絕 顧懷安看上去很單純 長得就一副白白靜靜人觸害的樣子 偏偏他又非常有禮貌 當著西嶺 蘇雲堂兩位前輩的面 並沒有跟之前一樣 沒品地躺在堂椅上 反而是斜靠在附近的樹上 刻著瓜子的他 就那麼看著他們空位上左眼 那個樣子 莫名的有點兒像是吃瓜 看戲 當時小院裡忽然就安靜了 幾個頂流明星目光齊刷刷地望向顧懷安 那會兒顧懷安還一副奇怪的樣子問 你們看我幹嘛 你們繼續啊 別管我 我就吃個瓜 我們 西嶺 蘇雲堂和桑酌炎 裴靜蘇面面相去 一時間竟然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 他們想說 我們這邊正能為被安慰呢 你跟納爾克瓜子看戲 難道我們還不應該看你嗎 你到底是怎麼會問我們的呀 這一刻 幾位頂流一人內心 你不知道有多少潮不吐不快 桑酌炎和裴靜蘇還好一些 西嶺和蘇雲堂看顧懷安的眼神 別提多奇怪了 就 你很難想像 一個分明長得蠻帥的小鮮肉 到底是怎麼才能穿的人自脫 大褲傻 鞋靠在樹上一副看戲臉 刻著瓜子看著他們 噗嚓 掃醒 西嶺竟然笑了 成熟優雅的淑女姐姐西嶺朱唇清奇 她問顧懷安說 好吃嗎 怎麼未而的 人未的顧懷安很客氣地地地上一把來問 要跟嗎 一邊的冷白皮美人兒裴靜蘇不由玩耳 她表示這畫面我輸啊 好呀 值得一提的是西嶺竟然真的晃動後 媽全包裹下的風雨聲枝緩緩走過來 伸出玉手 從顧懷安手裡接過了一小把瓜子 咔咔 不僅不慢地刻了起來 雙酌炎 裴靜蘇 蘇雲堂 她們以為顧懷安就夠奇怪了 西嶺怎麼也跟著一起參和啊 話說 之前西嶺說自己很少刻意控制身材的事兒 圈兒內很多藝人還以為她是鏡頭前說假話 為了立人色嗎 這種事情在娛樂圈屢見不鮮 但現在看來好像並不是這樣 值得一提的是蘇雲堂原本柔和的目光 在望見西嶺接顧懷安递過來的瓜子的時候 略微銳利了一點 簡單的一個小插曲之後 西嶺和蘇雲堂去收拾行李 大家各自分好房間後 這才回到了小院中央 期間蘇雲堂問了一下節目主 想問一下嘉賓是不是到齊了 要是三女兩男的話那可就美滋滋了 狼少肉多怎麼招也能吃飽 她競爭力也能少一點 奈何節目主告訴她還有一位 至於是誰節目主表示不能劇透 只說那位比較紅工作比較多 今天忙得敢演出 大概要晚上才能過來 雖說沒問出是誰來 不過蘇雲堂內心倒是有素了 大概是為難頂流 要這麼說來這節目的卡司陣容還真是豪華 拿出去說事情和戰劍也不遑多讓了 就是這個顧懷安 蘇雲堂之前沒記得聽說過這人 雖說長得蠻帥可貌似是個素人 於是蘇雲堂就想探一探顧懷安虛實 等到大家重新回到水晶小院中央的時候 蘇雲堂就搞節目效果式的提議問 我們要不要正式自我介紹一下 噗 這話都笑了一眾人 就跟顧懷安最開始說給裴靖書的話一樣 他們這幫頂流要是還需要自我介紹 那他們這麼多年還真就白混了 倒是顧懷安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 扔掉了手裡的瓜子 拍拍碎屑很自覺的說 您就只說讓我自我介紹一下不就完了 呵呵 蘇雲堂笑而不語 西林和裴靖書 張卓妍坐在一起也沒有說什麼 大概所有人都蠻好奇顧懷安的身份吧 顧懷安也沒有隱瞞 直言自己是某某某娛樂經濟公司練習的小鮮肉 這是自己出道的第一檔節目 自己是一個素人 只不過聽完他是個素人這件事 大家的眉頭都領得緊緊的 顯然不太相信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好不好 你真是個素人 有著羊娃娃般面孔的桑卓妍 嘟著小嘴相當不相信的說 他還是沒見過哪個素人 跟他們這幫頂流一起的時候那麼自然的 顧懷安攤攤手表示我真的是個素人 你愛信不信 自然不自然的 說實話也不是顧懷安自然 主要是顧懷安已經不抱著他在這節目上 還能有好口碑 甚至還能跟女嘉賓牵手的打算了 那既然如此 還那麼認真幹嘛 擺爛得了 而看顧懷安解釋都懶得解釋 大家就更不相信他是個素人了 就連很多觀眾都激烈討論 說這小子該不會又是哪個老賴家的長子吧 在大家瘋狂頭腦風暴的時候 啪啪 一喜好抹拳的俗女姐姐西玲 忽然抬起玉手輕輕鼓掌 然後輕嗨一聲 主動說道 那我也來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叫西玲 維吾爾族 全名西玲來莉 弩斯樂提 我是一位演員 希望一起生活的期間 大家可以多多關照 雖然是眼淚非常知名的女明星 靠位還國民度遠超商卓言和裴敬書 可西玲身上一點價值都沒有 對誰都相當溫和 玉玉風行滿滿的一張俏臉上寫滿了叢容 自信 厚抹拳包裹下的身材非常勇襯 好美 外套的袖口微微挽起一些 露出纤细白嫩的手腕 西玲整個人顯得俐落又不失韵味 不得不說他性格好的同時又非常善解人意 剛剛蘇云棠為了探顾怀安虚實搞了一個自我介紹的環節 大家都不用介紹看著顾怀安自我介紹 搞得跟導師看選手一樣 未免讓人覺得地位不太公平 西玲這樣一主動介紹 反而讓自己與顾怀安的地位趨於平等 屬於非常高情商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 在西玲主動自我介紹的時候 蘇云棠的眉頭不經意間揍了揍 最讓蘇云棠不是很開心的是 介紹完自己之後的西玲竟然說 雖然未來的一段時間我要跟大家一起生活 但是還請我們的男嘉賓們不要將我作為狩獵對象 我來這裡是為了放鬆一下的他名嘴淺笑 說得蠻自然 當時看節目的觀眾都有過一段時間的小高潮 說實話他們來看戀中看的就是個戀愛 明星戀愛更有意思 可西玲上來就是個女王發言 給大家都震慑到了 想想也是 西玲這樣的女神怎麼可能為了戀愛來戀中 即便能請她來節目主也得隨她意 人家可能就是來這節目放鬆一下的 只不過她這話 多少有點針對男嘉賓 甚至男性的意思 平衡去的小仙男開始跳腳 說什麼西玲看不起男嘉賓 看不起男人阿淫淫 不來談戀愛不撒堂你來他們什麼戀中 身為男嘉賓 顧懷安倒是沒什麼 本身來節目前 他就對女嘉賓沒啥想法 來了之後看到個個是頂流 就更不忘想賴蛤蟆吃天鵝肉了 反倒市影帝蘇雲堂聽見這話後 表情有點奇怪 到底市影帝 對自己的表情有著非常嚴格管理的蘇雲堂 很快就控制住了五官 她微微一笑 抬起手來 啪啪 再給西玲鼓掌 謝謝淑妮姐姐遵守清典 旋即款款落作 蘇雲堂想了想索性也自我介紹了一下 不然當著鏡頭面兒要讓人說自己端著影帝架子耍大牌可就沒意思了 雙卓妍和裴靖蘇一看西玲姐和雲堂哥都自我介紹了 自然也就跟著一起簡單介紹了一下自己 至此 除了微露面的最後一位男嘉賓之外 水晶小屋的嘉賓成員也算是聚齐了 夕陽西下 遠空的白雲逐漸被渲染上一層橙紅色 聊了半天也沒從顧淮安嘴裡套出什麼話來 眼瞅著時間不早了 蘇雲堂提議說 我多人帶了些牛排過來 晚上我下廚 親自給你們煎牛排吃 好呀好呀 張佐妍非常開心 一雙羊娃娃一樣的眼睛不靈不靈的閃 她一看就是那種很愛吃狠嘴痰的女生 反倒是裴靖蘇 她對肉好像興趣不大 只是微微笑了笑 西玲就更不用多說了 她甚至跑去顧淮安那裡要瓜子客去了 蘇影帝見狀面皮抖了抖 導演沒說什麼 稍信 蘇雲堂的兩位助理抬著一個不算很大的泡沫箱子進來 勉到廚房裡 蘇雲堂脫下外套 只留下裡面一件條紋襯衫 從廚房裡找來圍裙掛在身上 一邊尋找廚具熟悉環境 一邊拿著剪刀熟練的開著牛排 那一刻 成熟悠悠的影帝蘇雲堂身上的男性荷爾蒙氣質 彷彿要透過屏幕撲面而來 縱使是一些男觀眾 在這一刻也忍不住被蘇影帝的氣質折服 這一款的卻是我的菜 就連雙軸眼都不由得露出一副欣賞的表情 這年頭的女生好像都蠻喜歡那種成熟 優雅的大叔 感覺很可靠很有安全感 裴靖書倒是對這大叔興趣不大 她坐在顧淮安身後 眼神有些怨似的望著顧淮安和希琳 哦對 忘記說了 希琳是個非常健談的女性 出雲堂去廚房之後 她正好坐在了顧淮安身邊 順手跟顧淮安要了把瓜子吃 順便跟她討論起來喜歡的瓜子的種類口味 顧淮安說我吃過五香的 奶油的 焦糖的 但最終還是鍾情語言味 希琳眼嘴淺笑說 那你吃沒吃過綠茶味的 顧淮安當時究竟要問孩他們有綠茶味的 希琳說不光有綠茶味的 還有大蒜味 烤肉自然味 奶茶味 這是藤椒味 卡里味 麻辣小龍蝦味的呢 成功開拓了顧淮安對瓜子這兩個字的視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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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